- 台南唯一的金沙義大利麵 只有在巨岳居吃的到喔 阿婆 家要去哪 今天我們去吃水煎包 為什麼要吃這家水煎包 在地人說沒吃過就不要來麻豆了 我們去吃吃看 走 你要幹嘛 手好燙喔 不要一直吹啦 快吃啦 很燙啦 為了補畫麵我都先吃了 這會有口腔癌啊 沒關係啦 人生總要一死 總是要一些癌症在身上 我們學會跟它和平共存 對 神經病喔 為什麼不健康一點就好了 真的很燙啦 不過這樣聞下去有一個麵香 它那個皮很香啊 真的 它皮很香 我要咬一口 好燙喔 它有酥酥的感覺耶 有酥酥的感覺喔 嗯 我剛剛吃那一層皮是沒有很酥啦 我這個有 外圍一點點 有點那種酥酥的感覺 就是下面這個厚的這一層 它要噴口水 它一樣 它的蔬菜跟下面這一層 它下面這一層呢 比較厚 就是它那種捏起來的地方 它還帶一點脆感 一點點 然後上面呢 是薄薄的 帶一點點口感 就是輪輪啊 有一種精進的那種角感 然後蔬菜在嘴巴是一直甜 甜度一直在跑 它這家最強的是它的蔬菜 它的蔬菜很甜 就是又有點帶脆 對 很明顯就是新鮮的台灣蔬菜 嗯 然後它那個肉啊 肉末啊 很棒 它肉末就是畫龍點睛的效果 點綴啦 它不會讓你很明顯吃到大量的肉塊 就不是搶到那個肉的味道會衝出來這樣 但是你主要還是吃到菜 你會把它當作是菜包在吃 欸對 菜包的感覺 可是它又不會像菜包有一些 可能比較乾彩 它純高麗菜菜包 它也沒有包奇奇怪怪的東西 完全沒有 超好吃的 這隻真的超好吃 而且一顆是十塊錢 個頭是很大喔 其實它這樣 你看我已經咬掉了差不多三分之一 沒有啦 個頭沒有到很大啦 還可以啦 它大概比你一個拳頭小一點點 欸差不多 你如果要跟人家比 它沒有比別人個頭大 但是 是好吃的 是值得這十塊錢的 嗯 因為現在高麗菜這麼貴 超貴 它給的是滿滿的高麗菜 欸現在高麗菜下雨 好像一顆都要一百多塊了 它竟然還能賣一顆十塊撐下去 這一家店就很厲害了 嗯 說不定它現在賣一顆賠一顆啊 嗯 你繼續講啊 讓我吃一下嘛 吃個屁啊 真的很好吃啊 我說真的 它是會讓你想要一口把它塞進去 然後拒絕它那種感覺 因為我在畫面上 因為我本人比較穩穩的 所以我不適合這種動作 所以我不希望慢慢吃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這樣 你有沒有覺得畫面現在怪怪的 沒有 畫面很棒 我會幫你們後製一些很奇怪的畫面上去 因為它剛剛講了一些我覺得不太適合的話 因為 你也知道 你要知道這個天氣如果亂講話是會 天打雷劈 會下大雨 好像有一點 你會發現現在風已經在尻了喔 好像有一點 鳥都已經低飛了喔 沒有錯 嚇死我了 欸我一直嚼這個下面啊 它就是那種麵粉感跟那個餅皮的感覺 我好喜歡這個感覺喔 這個會讓你一口接一口 真的真的 讓你吃完一顆想要再吃第二顆 你來買 讓你吃完第二顆會想要再買兩顆 兩顆 然後在你吃完第四顆時 又要再買四顆 就吃不下了 因為說真的它很飽啊 還是算飽的啊 可是它的菜感比較明顯 應該也不會飽到哪裡去啦 還是麵粉嘛 還是會飽啦 這個真的會不知不覺吃很多 欸真的 你加那個醬你有沒有覺得比較特別 其實醬它有一種畫龍點心的效果 因為它本身裡面是甜嘛 嗯 然後因為它我們有加辣 又有加一點醬油膏 醬油膏帶一點點的鹹度 然後辣也帶一點點的鹹度 所以它會讓它的外皮啊 濕潤感之外 它會帶一點點那種醬香味 嗯嗯嗯 我就覺得說真的啦 因為我咬第一口是沒有醬的 嗯 原味已經很好吃了 可是你如果想要再多那種 豐富的口感 豐富的味道的話 你可以再加醬 我建議就加微量的醬 一點點就好 真的 你讓它表皮上有一點點 醬油膏或者是辣椒醬 就好了 就好了 因為它的內餡那種蔬菜味道很棒 嗯 所以內餡我覺得你不要去破壞它 你這樣搶到我就有點可惜 對 你不要把內餡擠到那個蔬菜上面去 嗯嗯嗯 因為它那個蔬菜的甜味真的很棒 真的真的真的 好啦 如果真的有來就是 這間叫什麼名字啊 珊瑚 珊瑚 啊對對對 聽說 聽說在龍田車站也有 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去吃吃看 這個真的是我們蠻推薦的 那我給你們講話嘛 喜歡我們影片記得按讚分享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